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尊王攘仪是一个成语 两个意思 首先敬重周王二一个 得打退入亲者 你就拿这回千行存位 致败荣敌来说吧 燕国国军为什么都送出国境来了 那眼睁睁 西戎北敌联合议题 又打西北就冲进中原 还有配合他的 就那孤竹国 孤竹国配合荣敌入侵中原之后 使得燕国节节败退 人家齐皇宫带兵 先把孤竹国灭了 打退荣敌 荣敌打跑了 孤竹收回了 孤竹是哪啊 就是现在河北省北部 到辽西这一带 连秦皇岛这块都算起来吧 就这一大片 那个年代叫孤竹国 你想他要是一叛变 那中原能好得了吗 旧手打退了一笛 收回孤竹 这才让燕军感动的 都忘了忌不弃了 多走那么多步 倒好 开疆拓土 一兵一卒不用废 收回大片国土 就嘱咐一句 多去看看天子 这一下子 齐皇宫在诸侯的心目中 那就崇高起来了 您注意 北部这一片诸侯 都被他振服了 说不来 因为人家齐皇宫 坐得没有过错 又提不出意见 人家是高风亮节 事做到这儿了 话也说到了 不光帮助 诸位小兄弟们 老大出问题 他也得管他 周天子 在那王姬之内 继位权发生了政治 这怎么办 赶快向齐侯求救 齐皇宫带兵评判 平定了周氏的叛乱 福保天子登基 新周王即位 能不感谢齐皇宫吗 见着齐呗呗 这高兴吗 是这么称呼吗 反正辈儿大一辈儿 客客气气的 放下自己的天子身份 这是长辈呀 天子家事他就管了 您想 还谁能不听话吧 坐屋里边睡不着觉 倒一倒 真有一个不服我的 把众服找来 观众到这儿 厨子近况如何 当以兵发之 管众也认为 这厨子不像话 厨子 子是他的爵位 公侯博子男 这子爵跟公爵 差了好几档 西周建政之初 封储君为子爵 但是他早就不承认了 他一开始就说 中原之规矩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像话吗 他自己建号为王 自称为楚王 我们都知道 到战国时代 七雄并初 大都称王了 春秋时期 还是称公的 称伯的多呀 但是这位提前称王了 也就是周王是王 我们也是王 我跟周天子 平起平价 既然是建号 建阅理智了 我也就不给你 拿典型看见了 拿典型吗 打这个比方 逢年过节 按照理智的规定 必须朝拜天子 得有进贡的贡品 理智都有规定 远了不说 就那包毛 就好几年没见了 过去也曾经缺贡 薛公被置办过 最近又来劲了 这包毛 也有人管它 叫精毛的 就是一种稻草 这种野草 它有一个特殊的香味 古人酿酒 那酒制比较杂 在过滤层层分级之中 得用这种上等的精毛 进行滤化 这种过滤之后 那酒渣子 在茅草之间 都给遮蔽住了 通过草叶的滋润 运化出来这个酒气 就格外的香醇 那简直是美酒飘香 就差这点草叶子 喝那酒就像迷魂汤 光上头不觉得香 有了这酒 既香又上头 那何苦呢 要这个礼仪嘛 最近一查 处死多日不进宫 那咱们就得找他了 而且听说 他把周边 处地的小国都给吞并了 所以他阔地千里 是越来越壮大 虎视眈眈 雄俱中原 不服北方 北方谁说了算 齐桓公啊 齐桓公一看 什么烟的行啊 喂啊 猪多 陈的菜 这都听话了 唯独楚国 老想跟自己跃跃欲试 整机人马 大兵压进 就在汗水边上 与楚子对话 一看 楚国没含糊 好像陈列对阵 战车龙龙 过去讲究 一车四马 所以你看那成语 有千胜之国 万胜之国 那一胜一成啊 那就一辆车 如果是万胜之国 四万匹马 你想那一个车 还配备多少固定人员呢 你就能算出这国家 有多少车 多少马 多少正式的军族 要千胜之国呢 那就是中六国了 说两胜 两胜就别成国了 这带着千军万马 密密牙牙牙 排在江岸旁边 看来是势均立敌 绝不臣服啊 但是古人打仗 还有一番交流 不着上来一抹脸 举刀轮枪这就干 还得说几句话 以礼服人齐桓公 当时与厨子对话 失礼多年 你知道吗 我们知道 未曾及时尽奉经牢 所以恐怕耽误了祭祀用酒啊 好吃的先给祖先留着 祭祀时候没这酒 万一祖宗不乐意了 怪罪下来怎么办呢 这是我们的过错 另外还有呢 多少日子未曾朝见天子了 祭桓公 以兄长的身份 质问这小兄弟 小兄弟不服 你就是人多点 你真过河来怎么样 还不知道呢 但是李治带尊允呢 只是山摇路远 不得方便 这一次您这么一提醒 我得定期前去朝拜天子 记得尊王就好 莫要忘了臣子的职份 说得挺好 说完这话呢 既然之过 还不将贡品端上 我与你送入京师啊 一听感情 叫完半天 就被要点东西 拿土特产大量给 车载马驮着 这船运着都给送过来 既然如此就别打了 两方互相关了关军容 特派军事代表 到对过的军阵之中 去看看对方的军资状况 好家伙 一个个小伙子 血气方刚 斗志昂扬 指示不打 面貌刚强 互相看一看 哗着 真好 真好 到这边一看 楚军 楚军也好样的 两边回去各自报告 得亏没打 打起来二胡相争 两败 毕伤 全得完 那就不打了吧 那位说 齐桓公兴师动众 南楚要兵 获胜了吗 从战斗上 战术上来讲 没有获胜 但是从战略上来讲 楚国早有北上之心 这头一次扩张的野心 被齐桓公压制在 江淮以南 又给推回去 这就是战略上的胜利 如此一来南北皆福 齐桓公坐在屋里 喝着酒 就感觉有点飘 人生不过如此 皇帝家事我都主了 天下谁不臣服 开会 开了酒会了 实际说 酒和诸侯 一框天下 那开会 按说是天子发布命令 现在就听齐国国君的了 江小白说有什么事 到哪开会 大伙就奔那去 有时候天子也得来 每次开会 周天子不得多送几块肉啊 缺这口肉吗 不是 那是李治送来那肉叫做肉 什么叫做肉啊 周天子祭祀祖先祭天的时候 那块肉才叫做肉 极高的礼仪规格 每一次得大礼参败 冲着腊肉得三鞠躬 无扣手 后来考虑上年纪 您就甭客气了 上年事已高 您就直接领肉就完了 好家伙接着供 供完回顿 炖完大伙一块吃 就这份荣誉顺着嘴流油啊 你说他能不骄傲吗 有时候跟大神商量 要不咱们去泰山转一转 咱们去梁府封一封 干嘛封扇 祭天为封 祭地为善 到泰山要去祭告天地 齐桓公下了命了 观众也拦不住啊 就这样 到了泰山 风扇已毙 再回到家中 就感觉没事可做了 这人就怕骄傲 一旦骄傲 他的事业就会暂停 历史的辉煌 在这一刻给齐桓公 江小白 留下了一个最辉煌的定格 这个历史的巨幅照片 让他达到了人生顶点的快乐 这一次 谁能超越我江小白的事业 人无远虑 必有尽忧啊 看看自己那群孩子坏了 郑庄公 激务生怎么样 两眼一闭 儿子们杀起来了 我现在 我几个儿子 好 自己心里没谱 查了查点了点 六个 六个 我江小白六个儿子 他们会不会打起来啊 按说最喜欢的是小六 哎呀 喜欢这六儿 可是那五个 我看着也挺喜欢 好吧 这么大一个齐桓公 这么高的一位霸主 雄才大略 高瞻远瞩 一瞻自个家里边这点事 感情也上头 也犯晕 按说 在继承的问题上 必须旗帜鲜明 要有一个准确的态度 你不能搞一个似是而非啊 感情这六个孩子 大伙都觉得 爹对我最好 我最可能继位 这就是齐桓公失败之处 这齐桓公为人父母 当然看孩子好 可是你倒明确哪个继位啊 他总觉得来日方长 他哪知道 命运之神 说叫停就叫停 你说来日方长 谁人值得长短呢 突然间身体就病了 好了几天 有人告他 相父不行吗 管仲不行吗 这让齐桓公好难过 连忙拖着病体 去探看相父 看看管仲 管仲这老师啊 比他大得不少了 今年已经七十有八 高寿了 你看气落油丝 您 您我不该说 一旦春秋过后 谁来接替相父之位啊 报书牙 一提起报书牙 管仲是老泪纵横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 报书也 到这会儿 说出这么一句肺腑之言 有没有 比我的报老师 更好的人选 没了 我应该如何 让报老师 把这七国治理的更好 远离三小 三小 齐桓公宠的三位小臣 就天天带着他喝酒 跳舞 玩乐 编着花样 想着折 让他体验人生百态的 三位小权臣 小权臣没别的事 就是哄他开心的 要星星不给摘月亮 要吃羊爵不给提牛啊 就这么一帮人 看不惯 我与报兄最大的区别 我能容下小人 而报兄难有此量 也就是说这个人 眼里一点沙子都不柔 所以他多宰相 这三十年得远离 好 我记一下了 那报师之后 谁还 还想问 报师之后 谁还继任呢 管仲管忧 两眼一闭 撒手人寰 离世那年七十八岁 可苦了这 齐桓公江小白了 这才知道什么叫 没了主心骨了 一个人这么一咽气 怎么在自己的心灵上 有巨大的创伤 就感觉失去了魂魄 感觉最近 吃饭吃不香 睡觉睡不安 喝水喝得也不顺畅 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要干什么 虽然报叔牙继任 但是这三小 他是真舍不得 后来想了想 当着那么多人面 答应了众府的话 我不能出耳反耳 把三小赐退了 没半个月 又给接回来了 怎么的 没这仨 我更不知道干什么了 这仨小人回来 呵 简直是府长大笑 看来国军离不开 我们弟兄三人 仨人变本加厉 没多久 报叔牙也辞世了 报叔牙 跟管仲是兄弟 差不了几岁 所以都是年事已高 他他们一走 齐国更加慌乱 想起身后事 西桓公怀念管仲 当年曾提过 当年曾提过 关于这几个孩子 谁能继任 必须托付一个托姑之人 只是信任的都走了 谁可看此重任 只有宋国的资父 资父 这是后来历史上的名人 就是那位宋湘公 当年管仲告诉他 托姑之事 可找资父 为什么 资父贤名在外 我们前文书提过 宋国是殷商后裔 商代的移民 牵制到河南商丘这一带 现今的河南商丘 当时就是宋国 宋国传到这一带 该资父继位 资父是嫡长子 但是在嫡传里 他是长子 在大排行里 包括数出的兄弟们中 他还有个老的哥 叫沐夷 沐夷是树长子 他是嫡长子 哥两个修为都不错 有文化有品德 有道德有制律 爹看哪都好 最后跟他们商量 你说你们这都是爹的 亲骨肉 谁继位好呢 国君跟儿子商量继承人 看来这家庭民主作风 还不错呢 结果按说的宗法制 应该嫡长继位 结果资父一直回避 我家兄长沐夷 嫌我数位 不是嫌淡的嫌 是那个贤才 贤德比我强 应该让沐夷继位 不能乱了法制 还是嫡长继位 推三让四 最后他爸爸一拍板 还得按周礼来 那就让资父继位 这就是后世那位宋湘公 宋湘公觉得自己可以大有所为 尤其最近齐桓公请自己过去一趟 齐国那是霸主 开会 天子都在送肉 你看看 他找我什么事 道德一看成黄成虎感情 老卖年糕的齐桓公 要脱姑了 拉着他的手 宋迅 卢子当立 指了指自己相中的儿子 你可得帮着他 宋湘公一看 我一定 话父前言 不能违背誓言 您就放心 只要有那一天 一定让这公子即位 怕国外的 惦记齐国霸业的那些小诸侯 我们前来捣乱 这事你可答应我了 我给您话丫得了 不用不用 答应就好 这事托姑 托给了宋湘公 这回去宋湘公也睡不着觉了 这分谁托姑啊 这不是陈蔡曹正举月 那几个小国过来也称国君 这可是泱泱齐国 这会儿他托付我 以后 我是不是也能成为诸侯之主啊 人心不足 舌吞相 宋湘公居然要做春秋霸主 怎么做呢 现在有点业绩 这自己站得高处喊口号 我要称霸 我要做主 这玩意没什么用 先先等着吧 盼着盼着 盼着什么 盼着齐国 江小白赶快死了 这什么人性 不是 他已经重病了 他一走 我就可以立一番工业 果不其然 齐国的江小白 齐桓公 他万算千算 没算到自己 晚景凄凉 叫这六个儿子 不是不明确吗 大伙是勾心斗角 你倒是明照天下 储君已定啊 他也不是真糊涂 是假忘记 还是真觉得自己 能再盯个二三十年 他一直迟迟不发 不说这话 这几个孩子 就要瞅着 他这爹来日无多 病是深沉 那干脆 咱们都得看着咱爹 谁看着 谁看着都不放心 咱们大伙一块看着 谁也别进去 派那仨小人盯着 那仨小人心一想 这会儿一遭老头 怎么盯他干嘛 我们也得算算 老大老二老三 他们在这压赌 哪位能计位 这三位想跟那几位 亲近亲近 这么一来 在外边刺探消息 六个人 谁也不许进宫 又不能放老头出来 干脆把七桓公 就给围上了 就这样 活活困死 这么大的霸主 到最后想喝口水都没有 水水 哪来水啊 就这样 一代霸主 凄惨泄目 赶等发现的时候 六十多天了 七桓公离世了 宋相公终于判来这消息了 摩拳擦掌约约一试 该我了 召集诸侯大会 你不酒和诸侯吗 我先来一次小会 小会盟 小会盟得有大角色呀 光臣在仇中 这几个小哥们不行 得来个大脑袋 把楚国的楚王请来呀 哪位 就那楚城王啊 宋相公跟他大哥也商量 他要不来呢 他肯定不来 楚城王会相信你 到咱们来参加会盟 那要不我把他骗来 你骗来你可送不走 我就说让他来当盟主 他准来吧 对呀 楚国国军一直想北进中原 没有这机会 没想到宋公 宋侯伯子南 他是公军 宋公发出精简 那还不能来吗 借着机会北上 楚城王带着人马就到了 到这一看 几个小国国军在这等着了 有一个迟到的 还被这宋相公给斩了 要立立军规 表表自己的态度 沙马威啊 就拿这个下了吧 然后看看这楚王 告诉他 来来来 你们都坐好 来 我执牛儿 好嘛 他要先动刀 执牛儿者 为首也 楚城王啪 一身手拉住了 你执牛儿 谁让你执的 我发的会议通知 那管什么用啊 你请大伙来 你要说你为盟主 你问问 我那三千假事 可曾应允 执 宋相公傻了 这会傻 完了 执牛儿者 我当楚王爷 回来 批啪啪啪啪命上 把帽子搭下来 打帽子啊 好捆啊 把宋相公 七十八十一根绳 捆接着来 带下去 压奔宋国 你们国君在我这 投不投降 宋国的公子沐夷一看 连忙继位 这个国君作废了 乐意拿走拿走 是争刷古盾 你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他跟没关系 我是宋国的新国君 是至死不降 这句话说的 楚城王怪觉得没劲的 行了 这一回到北上看看 各国就这意思 诸侯不过如此 宋王抓住回去还得管饭 得了 你不要 我也不要 扔给你 好吧 他们宋相公又送回来了 宋相公回头土脸 回到城中 大哥还真不错 贾继位是真让贤 兄弟你回来 你接着当宋国的国君 这仇能不报 这气能厌得下 宋相公心想 我倾国倾城 也得与楚国决战 就这样 下了战书 约好在弘帝作战 弘帝是哪 就是现在河南 这城一带 约好战阵 列队相迎 楚国人要过河了 大伙提醒 半渡而机制 打呀 尤其他大哥沐夷 沐夷急得都快打他了 怎么意思兄弟 你赶快动手啊 我乃君子仁义之师 不可半渡机之 人家渡和渡一半 打人家不露脸 赶等上了岸 整队人马的时候 军容未整 陈列整齐 何不为而兼之 等他列队整齐 我再与之觉诈 哎呀 挤了大哥沐夷啊 眼珠都快移开了 气得眼都斜了 鼻歪眼斜 你呀 你这个愚蠢之才 战争 哪那么多礼节呀 既然他跟你决战 你跟他客气什么呀 等人列队相迎 咱等好 等好吧 哗啦一下 您看完那大水 冲沙滴没有 刷的一下 把宋军冲了一个 乌七八糟 七零八落 宋相公一看 真打不过 早干嘛去了 仁义大旗不在那树着呢吗 早躺地下 也不哪来的车马骡子 又是拉又是尿子 把那仁义大旗 拉撒了一个污秽不堪 宋相公自己身受重伤 最后回到家中 没两年 病死了 他是窝心死了 但这场战斗 却传为千古笑谈 有人说 在这种残酷的战争中 盲目地讲求 道德仁义是愚蠢的 也有人说 在人格的追求上 在讲究周礼 礼仪天下的时代里 对礼仪的执着追求 有人性的光辉之处 不管怎么样 宋相公洪水之战 留下了仁义之诗的把柄 这一场失败 使他鸣标签诗 这一场失败 使得他成为中原霸主的梦想 是彻底破灭 这一场失败 也给中国军事史上 浓重地添了一笔教训 莫作仁义之诗 莫作愚蠢的 宋相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正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名队